吴佩慈 英文 帕切 1978年10月4日 出生于台湾台北市 台湾女艺人 有九头身美女的美誉 与香港及中国商人季晓波 育有两子一女 她主要的演艺生涯包含广告 电影 电视 唱片以及主持 998年 滚石唱片将女歌手徐怀玉 李新杰 吴佩慈和陈启 真 一同组成少女标本 进军香港乐坛 发行同名合集 后多数于中国大陆 香港活动 于2014年11月13日 宣布全面退出演艺圈 男友是香港及中国富商纪小波 吴佩慈在2014年 20 15年及2017年 先后为她在香港 扑付产下两子一女 两人至今仍未结婚 她最近和家人在纽西兰度假 一向爱美的她也准备晾衣 衬美景 拍下美美的照片流面 青山环抱 绿草如荫 她穿粉红衬衫 搭嫩绿蕾斯及西裙 踩尖头细高跟白鞋 这一身春天味的照片 播上IG 赞美 留言连串之外 果然也引出不少 高跟鞋提问 让她只得回应 这是在房间门口 高跟鞋当然也是拍照专用 娱乐圈中想要嫁入豪门的女明星多的是 但是 能够跟吴佩慈相比的 除了梁洛诗也没几个了 她为富商纪小波生下三个儿子之后 不再出专辑上节目抛头露脸 因为没有结婚 只好顶着没有名分的单亲妈妈 名头过日子 虽然网上风言风语很多 但吴佩慈是毫不在意 该炫就炫 这次她不炫包包和婆婆 送个钻戒 炫起了腿和美颜 晒出的照片少女感十足 完全看不出来已经 40岁 是三个孩子的母亲 吴佩慈被称为九头身女明星 不仅颜值高 而有着完美的体型 这次晒出的这组近照 走的是小亲心风格 与动物亲密接触 爱心满满 途中吴佩慈 穿得简单 少女风的穿法 简龄不少 没有更多的首饰 没有无法嫁入豪门的忧怨 人生本来就该如此简单 至于为什么无法结婚 我们再分析一遍 2011 吴佩慈和吉小波相遇后陷入热恋 很可能结婚 但不幸的是 难 方媒开口 吴佩慈就海口要嫁入豪门 引起男友反感 甚至一度要分手 后被爆出怀孕 作为孩子的父亲 吉小波直接回答 孩子可以出生 但不可能结婚 吴佩慈不死心 连生三娃造成现在这种尴尬局面 不过这都21世纪了 结不结婚又怎样 能和喜欢的人在一 起 过着富裕的生活 她又美成少女 怎么不是赢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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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